接下来我要告诉各位一个技巧 就是当你的面数 有时候你做Subdivision Surface 做得过头了 那举个例子 我先把这个删掉 我加一个猴子头 加一个猴子头上去 那这时候呢 如果我们用Subdivision Surface 那你做两层的话呢 你就会发现你的模型 现在还是不是很细的 但是呢 我们做两层给它Apply上去 对 这个应该是在物件模式做 还是在物件模式做 OK做两层给它Apply上去 你的模型就会变得很细 很细 那很细有什么 看起来很优美啊 对不对 很细看起来都很优美 但是不好 因为这样到时候 你跑图的时候会很慢 慢得不得了 你整个电脑会当在那里 那所以呢 如果你觉得这样跑图太慢的时候 你可以做一个动作 就是我们做这个叫Remesh Remesh 那这个Remesh呢 你可以调整 你可以看到这个已经变得很粗糙了 对不对 跟刚刚的一点都不一样 那这里你可以调整一下 我到底它的Octotree的Depth要几层 这个叫八分数 它是用八分数的方式 用一个程式去计算 我到底用几层的方式去Remesh 然后它最佳的状况是怎么样 那以这个六层而言的话 我们现在回去还是会看到 看到原本的那一个编辑模式 但是我把它Apply上去就不会了 那这里Sharpness是肩肩肩肩肩 那Sharpness hord就是它的那个门槛 子 那是不是要做Smooth这些 然后呢你可以确定 确定就Apply上去了 那Apply一次看看 这样子Apply上去之后 你再去看它 它变这个样子 跟你刚刚的不太一样 对不对 但是这样还是很细的 那如果你不想那么细 你再Remesh一次 反正 反正这个是可以一直重复的 如果四层的话就只有这样 这有点像无理铁金刚不像猴子头 五层的话就变这样 那你可以使用这样的工具去控制你的多边形的面数 大概是这样 所以这样子我如果弄五层 就没有刚刚那么细致 但是面数会变比较少 这是remesh 那你从这里可以看到它的面数和点数 在这里现在这个猴子头有1744个顶点 有351个边 那这边1744和351其实算不多 那如果你我们重做一次 我如果这样把它删掉 我如果重新add一个猴子头 你会发现预设的这个猴子头呢 有507个点500个面 OK 507个点500个面 这是它的资料 那记忆体占13.9mm 那如果我今天呢 把它做subdivision surface 这样的话两层 这样的话两层 你会看到它有 7958个点 7872个面 那这样子就会变得 变得很细致 但是呢 相对的它计算起来 就变得很慢 已经变成15828个边了 7872个面 那这个是你跑图的时候 自然就会知道 你跑不动的时候 你自然就要来做这种事情 那这是有关于remesh的功能 那所以各位试试看吧 先试试看 remesh 你先随便弄一个 把它弄得很细 再去remesh 好